扁到受不了啦 日本财长喊话 日元回神 哎哟 日元硬起来咯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昨天发表 日元扁太猛的言论 日元扁是随即扭转回神 这会是昙花一现吗 因为专家都认为 日元还会继续扁 这种软啪啪的态势 哈日族根本爽分啦 因为日元兑台币 从8月的0.293 点到目前的0.265 也就是台币一块钱 原本换3.41日元 现升值到3.77日元 能换更多咯 换来的日元多出11% 日本虾品等于再打89折耶 台湾大妈最爱的日本电锅 三个月来便宜4000元 哈日族头也不回 飞去日本捡便宜 受日元韩元走洋的激励 雅币也都沾光同步走身 但以雅币竞点战况看来 专家建议紧盯金融局势变化 才有便宜可减哦 动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